代表我们的兄弟姐妹 你的兄弟姐妹好不好 就看这里 当然 也代表我们的爸爸妈妈 这里呢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最重要叫秋 秋天 同样 如果你是 牛日出生的 龙日出生的 羊日出生的 鸡日出生的 或者狗日出生的 那你就犯太岁 那你的年龄是不是 40到60 是 那double犯 那如果不是的话 要注意 7月8月9月要小心 这个叫秋 秋是什么时候 秋是不是 果实生长的时候 不是 是落叶的时候 是收成的时候 对不对 谁 哪一个国家 春天种东西的 那么笑的 对不对 秋天 是什么 收成 意思是什么 人到了40到60 应该要收敛了 不要一直去 卡拉OK 不要一直喝酒 收敛了 要多待在家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秋 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秋代表什么 你的另一半 你要知道你另一半好不好 你看你的日 只看这个 所以记住 这个叫年月日 你要看你的日 年月日 我的另一半好不好 看日 我离婚再结婚 一样 你还是要看日 有些人的命格 保证离婚的 一定离婚的 那就要看他的日 所以为什么算得那么准 你一定会离婚 就是日 在给information 但是 千万不要看 40到60才离婚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日能够看到这些 那么有些男人 一定要靠 女人 他的老婆 另一半才会忘 有些女人 也要靠男人 才会忘 也要看日 日叫秋 秋叫收 意思叫 告诉我们 要收敛 要收敛 要小心 所以中国 杀人 也讲究文化的 秋后问展 没有春天展的 春天不可以展 要秋天才可以展 所以秋天也是 英气 自古道经 秋天的英气最盛的 都是 坦哥的时候 最后一个 就是冬 冬就是10月到12月 这个是儿女 也是我们的事业 也是我们的外运 好不好 发展好不好 那就看我们的冬天 年龄呢 是在60到80 记住 你的发展好不好 不是等到60到80 才说你的发展好不好 不是的 第一 要看发展 要看10 10月 11月 12月 你能不能平安度过 要看10 这个月 我要做一个手术 现在几月 4月 那我们要看 这个红色这个月 我想要结婚 几月 你要结婚 8月 那你就要看 秋这个地方 所以 现在什么月份 你就看什么地方 你现在什么年龄 你就看什么地方 是这样子的意思 秋 代表夫妻 东 这个地方 代表石 代表我们的儿女 代表我们的儿女 所以 女人 如果 你的石 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三观 可以看到石神 那 你好命 为什么呢 你的儿女 很孝顺你 一定很孝顺你的 那如果没有呢 你可以跟我的助理 借一支笔自己写 那叫安慰 好 大概的解释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 做一个 example OK 比如 我有一个 就是现在大家看 其实我说的 就是这五个字呢 有没有在这些地方 有 有 这五个字 有在这几个地方 就代表你 2018年 中枪了 英文叫 有 或者是这样 有 为 成 这样子 如果这样啊 那 恭喜 你全中 真理啊 那怎么办 行冲破坏都来了 那怎么办 那就要看你平时做什么 平时啊 有空就杀人了 偷东西啊 尤其是老太婆的东西啊 我一定偷的啦 不让怀孕的人 在巴士上 不让怀孕的人做的 我跟他抢坐 这样啊 恭喜你 你这个不好的时候呢 要靠什么 要靠我们的吉神 所以 有些人的命啊 是倒霉的钥匙 他很幸运啊 为什么 他平时的修行很好 修行不是拜神啊 不是啊 不是 修行是修正行为 Auntie 吃饱了吗 这叫修行 小子 这不叫修行 我的朋友 去了一个国家回来 我的表哥 他去了一个国家 回来之后 他很失望 他说 现在怎么那个国家 变到这样了 很粗鲁啊 讲话很粗鲁 又很现实 要不要买 这个很好了 我们新加坡人 最喜欢说什么 等一下 看看先 对不对 新加坡就是这样的 看看先 也不是说不买 等一下 有可能会来买的 我看看先 不要看啦 现在啦 然后真的不要 Bin all 还有在巴士车上 被逼啊 没有被逼生孩子 没有啦 被逼拿小费 很假的 所以现在旅行 真的要看日子 要不然旅行旅行 心情都没了 所以当我们的运 犯态税的时候 或者倒霉的时候 靠什么 靠我们的修行 你的修行平时要很好 要很好 那就可以 你如果是教徒 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 要每次要去祈祷 要去忏悔 多做义工 不要毁谤任何的宗教 这个罪过很大 基督教不好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你圣经还没看完 你还说人家什么 你花二十年去看圣经 你才来讲 不要乱讲 佛教也是一样 道教跳弦跳党 都是一样 没有劝人家坏的 都是劝人家好的 宗教的东西不要去讲 好好的修行 那运气不好的时候 我们凭修行的力量可以 你有看过牧师去看命的吗 为什么 牧师有神来保护他吗 和尚去看命啊 我还没看过 为什么 不用啊 因为他们已经 离开八字了 释迦摩尼也没有 没有犯太岁的他 不是没有犯 有犯 犯了太岁更好 释迦摩尼佛直接 跟太岁爷讲法 让他成佛 所以啊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比 但是我们早晚都是他们 所以 只要你的八字有这些 或者 有丑啊 成 虚 未 恭喜你 不管 这五个字只要在四个 一个在 五个里面 一个在里面就受不了了 两个更糟糕 三个不得了 四个死 没有啦 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 大概啦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 我们现在 慢慢的一个一个解释 如果是丑 如果是丑 当然你们没有啦 对不对 但别人有嘛 对吗 丑在这边 这边 这边这边 都有不同的意思 都有不同的含义 丑 再黏住的话 有没有人的丑在这个地方的 有啊 你啊 你啊 记住 不适合 嫁女儿 我没嫁 没嫁 那就好咯 不要嫁了 不要嫁了 不要嫁女儿 如果嫁女儿要嫁呢 把她打晕 要嫁就嫁了 我也没有办法 古书是叫你不要嫁女儿 不适合啦 不适合嫁女儿 家人容易犯口舌 家里啊 非常容易犯口舌 那如果是月呢 有没有 有没有人月出生的 月 有 有 有 月的话 尽可能 不要理会兄弟姐妹的事情 也就是兄弟啊 他们的事情 你尽量不要管 除非他们来 姐姐啊 妹妹啊 来帮我啊 什么 那帮一点 可以不理就不理 他们的事情 他们自己sort 你参入里面 问题就很多了 好像不适合结婚 不适合嫁女儿 那么如果女儿真的嫁 问题就会很多 不嫁就没事了 丑 如果是日 日 这个地方 你们自己看你们的八字 这个地方是不是丑 如果是的话呢 夫妻因为多口舌而冷战 夫妻啊 就会一直吵架 吵架最后冷战 咸咸 不要自己说话 这样子 妻子可能因身体不佳 而导致失业 如果男的 男人 你这边有一个丑 你的老婆 可能因为健康不好 失业 那么先生因忙碌 而忽略了他的家庭 如果是这样子 女的 女的 女孩子 你的八字是这个 那你的先生有可能太忙 太忙太忙 忘了 忽略了家庭 那如果这个呢 在这个位置呢 儿女的健康 问题呢 会让父母很操心 如果你自己 这个位置是丑 也就是说你是丑时出事的 你没有儿女 那没有事了 有儿女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是这样的意思 当然 这四个地方 只要有丑 也代表翻太岁 也代表翻太岁 但是要注意的东西 是刚才我所说的 那么更大样的东西 那当然都要注意了 好 这个是成 成在年 也就是说你是属龙的 代表呢 翻太岁了 刚才那四个都是要翻太岁 现在呢 成在什么地方 都叫翻太岁 如果在年 要特别注意你的 头痛的病症 头痛的病症 没有头痛没事 有头痛要注意 父亲的健康不佳 父亲的健康特别不好 如果是在月 睡眠容易出现问题 车祸意外也会特别多 而且特别准 那么如果是日的话呢 夫妻 聚少 离多 聚少离多 很少在一起 然后呢 怀孕的话 容易流产 手术呢 如果需要动手术 整容呢 失败的可能性比较高 那么如果你是在诚实出生的话呢 那读来读往 诚实的时候出世就是 不容易 怎样